这死老太婆,果然愈发针对我了,哼,还好我给你下了毒,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不过我可不能让她怀疑我别有目点,老,老祖宗,您误会了,我,我怎么可能,说是您们下的毒,我只是想到,前不久与姐姐生了嫌弃,可能是她,哦,可能是我什么,连施雅的话还没说完,郑主就来了,啊,姐姐,姐姐怎么来了,我,我什么都没说,真的,连施雅心中盘算着,郑主来了,我可以好好演这场戏了,连延青看着这一幕,心中满是疑惑,怎么回事, 连施雅为什么这么害怕,连四月,连四月也跟着演了起来,一脸委屈的表情道,三妹妹,你这是怎么了,为何见着我就躲呀,连绝出声道,姐姐,我正叫丫鬟去请你过来呢,没想到你竟先到了,妹妹无缘无故中毒,当姐姐的,自然要赶紧来看看了,四月,你来得正好,祖母慈祥地唤道,连四月赶忙上前搀扶住祖母,祖母正欲在开口时,却是突然面露痛苦,随即扑一声喷出了一大口血来,祖母,连四月吓得惊声尖叫,她借机抓住, 祖母的手腕,悄悄给祖母把脉,心中暗惊,看祖母的脉象,竟也中毒了,难道是连施雅,祖母,老夫人,母亲,众人都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吓到了,连严庆赶忙呼喊道,大夫,快来看看,祖母中的,也是离魂散之毒,这绝不是巧合,定是连施雅下的,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自己用苦肉剂陷害我不算,居然还要拉上至亲之人,果然如前世般狠毒,连四月为何看着我,难道她察觉了什么,不可能, 这是神不知鬼不觉,连四月不可能知道,这几日我偷偷在老太婆的药宇里放了离婚伞,算算计量和时间,正好可以在这个时候,让老太婆毒发,接下来,我便先发至人,将下毒的罪名,定在连四月的身上,此时大夫,把这麦惊恐说道,老夫人的麦相,与三小姐几乎一致,他们是中了同一种毒啊,连严庆亥然,这么说,下毒之人也是同一个人,连施雅故作惊恐状,祖母,竟然也中毒了,连四月,你对我下手也就罢了,祖母年事已高, 经不起半点折磨,你怎么忍心给他下毒,什么,连四月,众人都惊讶的,看向连四月,连严庆出声道,施雅,你在说什么,你的意思是,四月下的毒,父亲,刚才我也只是猜测,但是祖母都被下了毒,这说明,只有至亲之人才能得手,连严庆反驳道,那也不能说明是四月,连施雅万分笃定道,一定是连四月,是他下的毒,因为我前几日撞见了他的秘密, 那秘密非同小可,他,他一定会下毒杀我灭口的,父亲你要相信我啊,连严庆疑惑道,秘密,没错父亲,他今天不仅要杀我灭口,还要谋害祖母,毒害我是小,可毒害祖母,可是滔天大罪,如此心狠手辣狼心狗肺之人,不知以后要如何祸害连府,求父亲救我,也就救祖母和连府吧,连严庆转身看向连四月严肃道,四月,到底是什么情况,你难道真有见不得人的秘密, 父亲,我从未毒害过任何人,连绝为姐姐辩解道,父亲,姐姐向来品行端正心怀坦荡,下毒这种阴险狠辣之事,绝不可能是姐姐所为,请父亲明鉴啊,连施雅不怀好意的说道,连绝,你口口声声叫他姐姐,可是你心中,难道真的只把他当做亲姐姐吗,连绝不明所以,你,这是什么意思,连四月心闻烟不经皱眉,心下差异道,为何我感觉连施雅话中有话,难道今日他所为,不只是下毒陷害这么简单,父亲,你下命令, 请全府搜查毒药吧,事发突然,我相信,下毒之人,一定没来得及藏毒,说得有理,连延青立即立声下令道,来人,全力搜查连府,把毒药给我找出来,随即又转头问向大夫,此毒可有破解之法,回大人,此毒虽数番目鳖之毒,但其中还暗藏了许多其他含有毒性的药材,小人只能先抓几位药,暂缓毒性,若要彻底解毒,还需要找到毒药,对症下药才能解毒,只是老夫人和三小姐,如今都已毒发,若是不能在一个时辰内配出解药, 只怕是大罗神仙也无力回天,连施雅明面上故作惊恐道,我,我只有一个时辰可以活了吗,我,我,我不想死啊,实际上心里却是阴笑着,竟然只有一个时辰了,为防万一,我还是先行解毒为妙,幸好我提前在手帕里抹上了解药,趁此机会赶紧解了毒,连母脸色煞白,楼头上脸颊上都是汗烟,连府竟然有人敢做出这种猖狂狠毒之事,嗨嗨,我这把老骨头,难道要交代在这儿吗,连延青急忙安慰道,母亲放心, 待找出毒药大夫便可配置出解药,母亲和施雅都会安然无恙的,届时抓住下毒真凶,孩儿必会严惩,连施雅得意的盘算着,待会儿在连四月院子里搜出那三瓶毒药,我再说出那个秘密,连四月谋害祖母不伦淫乱的罪名便是板上钉钉了,连施雅为何一直捂着口鼻,难道是,事先将解药抹在了手帕上,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看来连施雅这回是真用脑子了,不过今日你竟然连累祖母,我必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 此时侍卫回来复命,老爷,小人带人搜遍了全府,在大小姐房间的花瓶里和床底下搜出了这两个瓷瓶,小人觉得可疑,请大人过目,大夫上前拿起瓷瓶道,小人这就查验一下,说罢便是凑置鼻前闻了闻,大夫,怎么样,连延庆关切道,大夫有些惶恐,这,味道性状,的确是毒药,和三小姐老夫人所中的毒一致,连施雅立即出声道,父亲,我就说是连四月下的毒吧,但是他心下也有些疑惑,他明明吩咐红玉放了三小姐 三瓶毒药,如今怎么只搜出两瓶,还有一瓶呢?三妹妹这么直愣愣盯着瓷瓶,是不是在好奇为什么少了一瓶毒药?连四月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个瓷瓶,少得那瓶毒药在这里,这是怎么回事,众人不解,连施雅成圣追击道,大家都看到了吧,连四月的院子里搜出来两瓶毒药,他现在心虚了,自己把另一瓶毒药拿了出来,连四月此举就是对他下毒的行为供认不讳,连施雅心中有些惊慌,连四月为什么会拿出一瓶毒药? 他难道早就发现了我的计谋,不管了,我先下手为强,给他安上罪名再说,我若真是下毒之人,为何要自掘坟墓,当众拿出这瓶毒药?这三瓶毒药,原本都是藏在我院中的,现在我自己拿出这一瓶毒药,是因为,是因为你就是毒害祖母的凶手,连施雅提高了嗓门插嘴道,你根本就没必要解释,连四月事已至此,物证俱在,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吧,省得小命不保,连四月上前一把抓住连施雅的手腕,连施雅, 你这抢话抢得倒是快,这中气十足的模样,倒不像是个身重剧毒的病人呢,连四月的眼睛,默默瞟向那个手帕,这卷帕上有药味,果然有问题,连施雅急忙抽离自己的手腕道,我,我只是实话实说,父亲,您看连四月,到现在还死不认账,死毒害的女儿形容憔悴备受煎熬,只剩下一个时辰,可活,祖母虽中毒不深,可她年事已高, 经此一事,必会损负折寿,求父亲为女儿为祖母讨回公道,连严谨省眉头紧促,看向连四月质问道,四月,你为何会拿出这瓶毒药?因为昨日,我发现我的院中,莫名其妙多了这三个瓶子,然后我一锈瓶口,便发现这瓶子里装的是剧毒离婚伞,本想拿着这瓶毒药来禀告父亲,谁知妹妹突然就中毒了,可笑? 你说,你一锈瓶口,就知道这是什么毒,吹什么大牛呢?连四月,你懂什么医术? 难道是想学我?这离魂伞是由帆木鳖家族逃窗屋,干脆大忌西角虎谷配置而成,众此毒者一开始面色发紫,惊觉抽搐,接着浑身泛起毒窗,起氧无比,最后毒窗破裂浑身溃烂,变成一滩血水,怎么可能,连四月竟然当真知道,这种毒,连配方都一字不差,他,难道懂医术? 丫鬟小丝们都震惊了,宁满京城的医女,不是连三小姐吗?怎么感觉大小姐更厉害?没想到大小姐医术竟如此了得,秀瓶口就知道毒药,还把药材都说出来了,这也太神乎了吧? 大夫出声道,那连大小姐可知如何解毒,连四月缓缓道,要解离魂散之毒,就需要用甘草防风明藤,古墓父子生姜各适量水煎服四季,大夫一拍脑门惊喜道,对对,正是明藤和古墓,小人方才还苦恼着解毒之法,可连大小姐说的两位药材令小人毛色顿开,连大小姐真是艺术精湛啊,毒是连四月下的,他当然知道解毒之法了, 如今我身中剧毒危在旦夕,他却总是顾左幼而言他,根本就是在混淆视听 哦,三妹妹真的危在旦夕吗?那么为了三妹妹的身体着想,赶紧让大夫再把一次卖吧,别一不小心真的香消玉养了 不,不用了,连施雅惊慌道,连四月上前再次拽住连施雅的手腕,三妹妹慌什么?这是为了你好啊,父亲,三妹妹总说他身中剧毒招不保息,那边让大夫再给他诊一次卖,也好让大夫来看看他中毒程度对症下药,这毒才解得快啊 连延庆点头沉声道,大夫,请吧,他心下判断道,四月对医术如此精通,既知离魂散的毒性以及解毒之法,又肯当众言明,想必今日之毒应当不是他所为,连施雅还在挣扎道,不,我,我不用再整脉了 但是连四月又岂会让他逃脱,直接用力拽着他手腕递到大夫面前,连四月俯身在他耳边巧声道,连施雅,你真以为把解药放在手帕上,就没人知道吗? 零四月,你,此时把完卖的大夫,惊得下巴都要掉了 这,三小姐的毒已经解了,什么,众人都是一症,此时丫鬟小丝们又七嘴八舌起来 这,三小姐的毒竟然已经解了,刚才大夫还说,三小姐只剩一个时辰可活了 怎么这会儿,三小姐的毒就解了呢? 三小姐精通医术,是她自己解了毒吧?可她是怎么解毒的呢? 三妹妹体内的毒竟然解了,真是天大的好事 不知三妹妹是如何解的毒,又是何时解的毒呢?连施雅急忙被过手,藏起眷帕道 我,我不知道,连四月竟然猜到,我将解药熏在手帕上 不,不会的,她一定是在炸我,我要稳住 不知道,连施雅,你到现在还能稳住,倒是有点长进 可惜,你小看我的医术了,连施雅顿时大惊 连四月趁连施雅愣神之际夺过了帕子 三妹妹这手帕上的药香好生奇特 哦,这药香好像是,甘草绿豆防风鸣藤,父子生姜混合的香味 这不是,离魂散的解药吗? 大夫文言拿过手帕仔细便别了起来 随口语气肯定道,这手帕上,的确含有解毒药材的香味 连施雅此时气愤极了 她故意将解药熏在这手帕上,本以为任何人都闻不出来 可没想到,连四月竟然能闻出来,该死 连四月该死,若是普通的中毒之人接触过解药 其实也不能说明什么,可连施雅,你是京城有名的医女啊 一个配置过解药的医者,明明已经偷偷解了毒 却还要说自己中毒一身 这只能说明,这场中毒事件是你一手策划 目的就是陷害我,连四月突然怒指连施雅 大声呵斥到,换言之,造成祖母中毒 你自己中毒的罪魁祸首,就是你 什么,在场的众人再一次震惊的无以复加 一个个不可置信的,看向连施雅 不,不是我,连施雅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嘴里还在狡辩着,连四月 你胡说,我胡说,连四月再次立声质问道 那你怎么解释这一切,你不会要告诉我 你帕子上是恰好沾到了解药吧 连四月,我,我没必要向你解释 毒药是从你那里搜出来的 我说你下毒是有证据的 而你说是我让人下毒藏毒 那么动手下毒藏毒之人又在何处 在我这儿,突然一个清朗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只见凤云争手握折扇面带微笑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身后跟着叶峰和两个证人 连延庆急忙恭敬作一道 拜见九殿下 他是万万没想到连九殿下也会来 不必多理 连三小姐说的动手下毒藏毒之人 我带来了 此时身后的红玉正低着头瑟瑟发抖中 连施雅瞧见他顿时大惊 红玉,他竟然被九殿下抓住了 怪不得昨天他去了连四月院子里藏毒后就不见了 今日本王路过连府 见这丫头行事鬼祟 一问,原来是参与了下毒谋害连老夫人一事 于是便又去请了药铺掌柜 证实这丫鬟是去他药铺里买的毒药药材 二人所言可证明连大小姐说连三小姐下毒 却有此事连四月暗自思索 云正明明是提前知道了这件事 才把掌柜和丫鬟都抓来 肯定是绿枕的丫头通风报信 连延庆不可置信的伸手指着红玉道 这丫鬟买毒药 真有此事 回禀连丞相 小人是同仁堂掌柜 五日前这丫鬟来我药铺里买了番木鳖 家族逃穿乌干碎大几西角 虎骨七味药材 四日前 这丫鬟又来买了甘草防风鸣藤 古木父子生姜六味药材 这是账簿 请连丞相过目 连延庆拿过账簿仔细核对 这几味药材和离婚伞 与其解药的配方一致 随即抬头怒喝道 你这丫鬟胆大包天 买这些有毒的药材 究竟想做什么 红玉下的贵倒在地 盲磕头辩解道 老爷息怒 不是奴婢要买的 是有人指使奴婢去买的 此时连诗雅想要上前阻止 却被连四月拽住了 三妹妹 这丫鬟买了毒药 你还是不要靠近她 也不要刺激她了 省得你又装作中毒 像污蔑我一样污蔑她 连四月 你 连四月心下暗想 连诗雅还想来死无对证这一招吗 绝不能让她 像上次逼死那个偷玉佩的丫鬟一样 逼死红玉 红玉是吧 你这丫鬟 莫要被什么虫子影响 把事情的真相好好说清楚 本王既有本事把你带来对质 就有本事保住你和你的家人 是死是活你 自己选择吧 什么 连诗雅文言心下大惊 连四月则是偷笑着 云针果然早有准备 红玉连忙跪向凤云针 声泪俱下道 求九殿下救命 三小姐携扯我的家人 逼我下毒害人 这 这丫鬟是胡说的 她又不是我院子的 怎么可能是我的人 爹 祖母 你们别听她的 这丫鬟就是栽赃陷害我 奴婢没胡说 是三小姐逼奴婢 去买离魂伞的毒药和解药 再逼奴婢 把离魂伞藏在大小姐的院子里 如果 如果不按照她的意思做 三小姐就要杀了我一家老小 对了 红玉慌忙掏出几定银子 还有这是三小姐给我的银两 奴婢说的句句属实 如有半句谎言 就天打雷劈 你 连诗雅百口莫辩 丫鬟小丝们都惊惧了 这奴婢都敢发誓了 看来下毒多半是三小姐指使的 三小姐人面兽心啊 竟然用这么狠毒的毒药 害自己的亲祖母 还京城医女呢 我看是京城毒妇还差不多 此时凤云征出声总结道 人证物证皆在 看来 这才是真正的证据确凿啊 哦 我明白了 九殿下 你为了护着连四月 就故意找来这么一个丫鬟污蔑我 你这样诬陷一个无辜女子 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更何况在你没来之前 人家根本就不领你的情 这次连诗雅为了害连四月已无退路 不是她死就是我亡 下毒一世绝不能承认 我还有后招 绝对不会输 我污蔑你 你也配 凤云征心下疑惑 为何连诗雅忽然提到连绝 她是察觉到了什么关于连绝的事吗 难道是 连诗雅冷笑着 话里有话的嗤之以鼻道 哼 我是不配 可你们三人 不曾想话 还没说完 却迎来连严庆的一个大逼都 啪一声大大的脆响 连严庆怒不可遏道 住口 你还要连狡辩 父亲 我 我是被冤枉的 那个红玉根本不是我的人 她也没有证据证明 是我指使她买毒藏毒的 若她是随便拉一个人下水 你们也信吗 父亲 连诗雅声泪俱下极力的否认 连四月看着这一切 不禁暗自疑惑 事已至此 连诗雅竟然还死不承认 难不成她还有后招 此时凤云征正用传音入密给连绝道 连绝 那日 你与十一谈话 可是说了关于月儿的事 你怎会得知连绝不解 你是不是说了 你喜欢月儿 什么 连绝心下大惊连忙说道 九殿下慎言 此事关乎我姐姐的声誉 心中却是十分诧异 九殿下为何这么问我 难道是那日 我和十一公主的谈话 被别人听到了 看连绝的神情 果真与我猜想的一样 定是连诗雅听到了连绝与十一的谈话 知道了连绝喜欢月儿的事 这才有恃无恐 她今日恐怕要将此事抖出来 我必须得想个办法 凤云征秘密与叶峰交代道 去宫里把十一公主请来 要快 叶峰得令而去 凤云征心中叹息 连绝一直藏着的心意 即日怕是瞒不住了 真到那时 也不知道月儿会怎么想 连诗雅还在狡辩着 红玉说的话 根本就不可信 若是我 指使她买毒药 那我为何还要下毒害自己啊 这根本不合理 连四月一把揪住她的衣领 不合理 那我便来说说 你是怎么合理的下毒 连诗雅瞪大了眼睛 惊恐地看向连四月 寿宴结束后的那个晚上 你让红玉去给你买 配置离魂散所需的药材 以及解毒的药材 再让她把配置好的离魂 散藏到我的院子里 而你 将离魂散药粉 撒在祖母 每日药育的水桶里 让剧毒慢慢渗入 祖母的身体里 再将解药燃烧 把解毒的药箱 慢慢熏入你的手帕里 今天 你亲自服毒大闹连府 为的就是将祖母中毒的事情 抖出来 父亲彻查 很容易便能查到我的院子里 藏了离魂散 如此一来 你便能将毒害祖母的恶逆大罪 钉在我的头上 连四月说着 便手上力道一松 连诗雅顿时失了重心向后道去 她直接狼狈地摔在地上 扭头怒瞪连四月 整个人咬牙切齿的 竟然 全被连四月猜中了 连延庆冲上前 一脚狠狠地踹向连诗雅 连诗雅痛呼一声 猝不及防地撞在地上 孽女 我真是瞎了眼 当年竟然这么宠爱 你和你娘 你那不要脸的娘 一而再再而三地搅乱内宅 养得你竟然也敢做出 毒害长辈恶逆犯上之事 你简直死不悔改 连母高高扬起权杖 狠狠砸向连诗雅 你这孽障 简直和你那灾心的娘一样恶毒 连府怎么会有你这么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都拐杖正中连诗雅脑门 顿时又是一声惨叫 她一时有些缓不过进来 趴在地上没有动弹 这畜生不如的东西 毒害长者构陷长姐 证据确凿罪不可设 连府再也容不下这畜生了 打断腿脚的头发 去尼古安里过一辈子吧 不 父亲 不要打断我的腿 连诗雅强撑起自己的身子 抓着连延庆的裤脚道 我还有话要说 连诗雅将矛头指向姐弟俩道 连四月和连绝 亲姐姐和亲弟弟互互通情愫暗中苟且 他们两个做的事 才是真正的畜生不如啊 什么 这话像是平地里的一声惊雷 震得连延庆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连绝和连四月 丫鬟和小丝们也不淡定了 三小姐竟然说 大小姐和大少爷暗中苟且 这怎么可能 大小姐和大少爷可是嫡亲姐弟 不可能有男女之情的 三小姐毒害老夫人一事 已经是证据确凿了 她这是不想被老爷打断腿 才胡言乱语吧 连四月也很意外地愣了一下 侧头瞟向连绝方向 连诗雅是疯了吗 怎么会说出我和绝儿有不仁之情 这种无稽之谈 只见连绝此事无力的一个量抢 不小心撞到了身后的桌角 她的心猛的一震 连诗雅怎么会知道我 喜欢姐姐 难道我和十一公主的谈话 当真被她听了去 连四月忙上前关切道 绝儿 你怎么了 没 没事姐姐 我只是听到连诗雅乱说的话 感到错位震惊罢了 是吗 连四月探究地看着她的脸 奇怪 绝儿的反应 怎么会如此奇怪 像是 不安 连延庆不禁怒火中烧 扬起手 狠狠一个巴掌 又扇在连诗雅的脸上 混账东西 死到临头 还要诋毁连府的人 今天我就要亲手打断你的腿 来人 传家法 父亲 连诗雅猛地抬起头来大声喝道 我没胡说 我有证据 父亲你看 这是连诀写给连四月的情诗 这上面写的散观夜空月 回梦鸳鸯游 落款还有沐约二子 这就是连诀与连四月苟且的证据啊 散观夜空月 回梦鸳鸯游 连四月在心中重复着 然后不可置信的转头看向连诀 绝儿怎么会写这种诗 连诀此刻的内心慌万至极 我的诗怎么会在连诗雅手上 难道之前有人进过我的书房 连府拿过情书一看 心里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这事 连母也凑上前见别着 嘴里喃喃地道 这 纸上的确是绝儿的字迹和司章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三小姐说的 居然是真的 我的老天爷啊 大小姐和大少爷 大小姐和大少爷看着人模人样 背地里竟然如此阴暗龌龊 这是要被禁猪笼的啊 连四月的心头微微一颤 他抱着一丝侥幸的心里问道 绝儿 那是你是写给谁的 姐姐 我 连诀此刻已是心神大乱 完了完了 我该如何解释 连四月看着不知所措的连诀 心下无比震惊 绝儿这难以言说的神情 莫非他对我 真的有男女之情 凤云针赶忙上前 握住连四月的手安慰道 月儿 别慌 一切有我 云针 连四月抬头望向他 连详 连诀身为连家的嫡子 向来行得正坐的端 绝不可能 做出给自己的姐姐写情诗这种诗 此事恐怕是个误会 多谢九殿下相信连诀 不过此事乃微臣家事 微臣必会调查清楚 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就不凡九殿下操心了 说罢便扭头严厉道 绝儿 你是我的敌亲儿子 我要你亲口说清楚 这情诗究竟是怎么回事 父亲 这只是孩儿随意写作 连颜庆气的将捏成纸团的情诗 砸向连诀 随意写作 我让你读书写字 是为了你的虔诚 不是为了让你写情诗 你这诗上分明写着 写着沐月二字 你说 你到底目的是谁 连颜庆都有点羞于其耻了 连诗亚兴奋的笑道 能与连诀接触的女子中 名字里带阅的 也就只有连四月了 这沐月自然是爱慕连四月的意思 连诀 你表面上是个堂堂正正的君子 实际上却爱慕自己的亲姐姐 卑鄙龌龌龊 令人发指 还有你 连四月 你每日和连诀在一起 怎么会不知道他对你的感情 你们姐弟二人朝夕相对 恐怕早就暗中苟且 做出此等 下流龌龊有被人文的事 按照律法 应当脱去衣物禁猪容 住嘴 连颜庆猛地立合一声 即便此事是真的 这里也轮不到你发落他们 我 连诗亚顿时怯矮了一劫 连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父亲 这情诗是我一人所写 是我不想虔诚 只想风花雪月之事 辜负了父亲对我的期望 但是这诗是我一人所作 与姐姐绝无半点关系 父亲要发落 便只发落我一人吧 灭楚 连颜庆的手上 此刻多了一根鞭子 他毫不客气地甩向连诀的脸 你还敢说 你这情诗 不是写给你姐姐的 绝儿 连四月惊呼 立即冲上前 护在连诀的身前 爹 我与绝儿只有姐弟之情 绝无半点男女私情 还请爹明察 连诗亚在一旁拱火 爹你看连四月都到这份上了 还这么护着连诀 还说没男女私情 换做是我我都不信 爹你 可别被骗了 这可是奇事家丑 若传出去 连府何以立足啊 连颜庆月听月食窝火 他愤恨地高高举起 手中的鞭子怒斥道 你们 我 我真是生了个好女儿 就在鞭子 即将落在连四月身上之时 凤云争上前 徒手一把拽住了鞭子 连相 此事还没查明 可别轻信了煽风点火的小人 让至亲之人心寒 九殿下 事到如今 你还帮着连四月做什么 若连诀写的木月不是连四月 那他早就说了 现在他支支吾吾不肯说 不就是证明 他爱的 就是他姐姐连四月吗 连颜庆痛心疾首 冷声宣布道 连诀 连四月 从连家族谱上除名 赶出京都 永世不得回京 这 绝儿可是连家唯一的笛子啊 怎么 怎么能赶出连家呢 还有月 他若是被连家除了名 他一个未出阁的女孩子 该怎么活啊 他们若是铭记自己连家嫡子和长女的身份 就不会做出如此不堪的事 若是不除了这两个有被人文的孽畜 此事传扬出去 别说是我头顶的乌纱帽 整个连家都要被他们 害得一臭万年 连诀此刻眼中的眸光 让人心碎 身份 若我说 我的身份根本就不 啪 修耀胡说 连四月集中生智 给了连诀一巴掌 即使制止了他剩下的还未说出口的话 可是我们明明不是 绝儿 我是你的亲姐姐 基于我们遭人污蔑 有口难辩 但不管怎样 你都是我的亲弟弟 我绝不会让你有任何差池 绝儿不是连家血脉的事不能暴露 不然会引来杀身之祸 连诗牙冷笑道 还在这里 严姐弟秦深啊 啊不 你们不是严 是货真价实的 间谍秦深 连延庆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再次沉声道 连诀 我最后问你一遍 那情世上的沐月究竟是谁 我 连诀还是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话 他该说谁呢 说谁才能不牵连到姐姐 连诗牙一手指向连四月 连诀根本没有办法解释 因为沐月的月 就是连四月的月 此时一个娇俏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他开口反驳道 谁说沐月就影视喜欢连四月了 原来是十一公主凤灵月来了 凤云珍总算是松了口气 呼 来得刚刚好 连四月望向凤云珍心想着 十一公主怎么来了 难道是云珍让她过来的 连延庆急忙躬身道 拜见十一公主 不知十一公主今月造访连府 有何要事 十一公主双手还凶 一如往日般刁蛮任性 面露不悦道 本公主想来便来 怎么 连相识不欢迎本公主吗 连延庆连忙陪笑道 公主能光临寒舍 臣当然欢迎 只是今月微臣正在处理一些家事 还请十一公主稍等片刻 十一公主您来得正好 正好可以作证 连诀喜欢连四月 当日在我们连府花园里 您可是亲口说过 连诀喜欢连四月 十一公主二话不说 先给她个大逼兜 然后居高临下的斥责道 少在我面前大呼小叫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 连诗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捂着脸 指着十一公主说道 你 你当然说了 有连绝的情势为正 然后又指向跪着的连绝道 而且 你不是也亲口问了她 她没有否认 不就是对自己的亲姐姐 怀有龌龊之 连诗雅话还没说完 又被十一公主赏了一个大巴掌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乱搅本公主的蛇根 只有你这种长蛇腹 才能编出这种荒诞可笑的谣言 连诀怎么可能喜欢她姐姐 她喜欢的人是我 当日桃花树下 连诀向我表情心意 今日这情诗也是写给我的 丫鬟们惊呼 什么 大少爷喜欢的 竟是十一公主 这 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 连诗雅一愣 她猛的抬起头 不可能 情诗上白纸黑字 写着木月二字 连诀的情诗 就是写给连四月的 此时连四月出生道 木月二字又能说明说什么 天下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名字中有月 我没记错的话 十一公主的名字里也有一个月 不错 凤云征复合道 十一归名凤令月 如此看来 这情诗上的月 就不是连大小姐的月 而是我妹妹凤令月的月 丫鬟小丝们 再次议论纷纷 十一公主名字也有一个月 原来如此 这就说通了 大少爷喜欢十一公主 才会写木月二字啊 看来姐弟不伦 不过是一场误会啊 连颜庆站在连诀面前 出声问道 绝儿 你这情诗 当真是写给十一公主的 连诀缓缓看向 十一公主的方向 对不起 公主 事已至此 她只有借了十一公主的名头 才能不让姐姐受牵连 原来是虚惊一场 我就知道 我的乖孙儿 绝不会做糊涂事 绝儿 那你方才为何不解释清楚啊 连诀一时不知道做何解释 凤云征趁势扶起连诀 带她解释道 连诀乃正人君子 想必是 不想让公主牵扯其中 唯恐辱莫公主归名 才不敢轻易言明 连诗雅抓狂了 她大喊道 不可能 我轻而听到 不可能有错 公主你在撒谎 连诀根本不喜欢你 你当时还气哭了 你说没想到连诀是这样的人 你说 你怕会不小心把秘密说出来 所以 让连诀以后不要再去找你 公主 撒谎是要遭到报应的 混账 啪 又是一巴掌 这回是连四月打的 她怒斥道 连诗雅 凭你也敢诅咒公主 混账的是你 是你们 连诀分明对自己的亲姐姐 心怀不轨 却不肯承认 还要拉公主来做挡箭牌